冰岛雷克亚内斯半岛一座火山22号再度喷发 炙热的熔岩跟烟雾不断地窜出 这是去年12月以来的第六次喷发 冰岛西南部雷克亚内斯半岛的火山22号再度爆发 炙热的熔岩跟熔岩从地表的缝隙像涌泉般不断地冒出地面 上演冰与火之歌 火山喷发造成的裂缝总长大约是3.9公里 并在大约40分钟内延伸了1.5公里 壮丽的大自然奇观吸引了大批观光客拍照打卡 这已经是西林加菲尔火山 去年12月以来第六度爆发 雷克亚维克机场航班未受影响 不过附近的知名旅游景点 南湖地热温泉跟饭店都已经关闭并疏散旅客 冰岛拥有30多座火山 火山爆发并不罕见 但乃克亚维斯半岛的地质系统 在休眠了800年之后 2021年至今已经喷发9次 而且未来数十年 甚至数百年内都可能反复喷发 让当地居民面临生存危机 在美元里面